918事变纪念日 全国各地都示名了防空警报 这是为提醒每一位中国人不忘国耻 举案示威 也是在9月18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笑 在回忆媒体提问时表示 从今天开始 解放军东部战区在东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同时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冲辉大笑表示 有关行动是应对当前的台海局势的必要举措 有利于提高战区部队捍卫国家统一 和领土主权安全的能力 战区部队坚决履行职责使命 有信心 有决心挫败任何人 任何势力 以任何形式策划实施态度分裂活动 同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次演习是针对当前的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震荡必要行动 汪文斌指出 任何以台制华 斜阳制众的企图 都注定是始路一条 在918这个特殊的律制里 如此密集的针对台海局势的声音 是在明确地告知那些不知死活的台独势力 以及他们背后的组织 当他们破坏和平稳定 不断制造两岸紧张局势 不断挑衅伟大的中国人民使 那么他们将必须接受另一种统一的方式 那就是武力统一 据台湾岛内的媒体报道 今天总计有18架解放军战机侵劳台湾 有12架战机分批次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 海峡中线是一国范围之内何来中线 所谓海峡中线 这是台湾一厢情愿的心理线 当解放军在台海附近 组织实战化演练常态化后 经常掀一掀井盖 让阳光照射进来 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痴媚娃良 不必大呼小叫 他们一切都会习惯的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简简单单八个字 就是对台独的最响让的回应 以前台湾出现军事紧张局势时 台湾当局还扬言 国军能够捍卫本岛自我打气 现在他们已经完全地寄希望于阳能 寄希望于第七舰队 寄希望于印太战略 蔡英文这段时间又扮演起起手角色 声称台湾要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制台身价 至其其人 就算它卖出再高的价 能改变得了台独势力 是美国炮灰的事实 当战争来临时 台湾当局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美国要不就是抛弃他们 要不就是手起刀落 切割干净 李登辉当年用叛徒提供的情报 拿空包弹洋洋洋得意 说大陆只是吓唬吓唬台湾 结果把那个叛徒给卖了 但当时就算是空包弹 美国也退缩了 要求台湾当局遵守三不原则 三不原则根本不是我们要遵守的原则 实际成熟时 这些话就是个屁 包括里根所谓的六项保证也一样 台海曾经有过三次军事斗争 其背景都是中美关系 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下 第一次军事斗争 1954年炮击金门到1955年 解放一江三岛 当时我们要达到之目的是 一 彻底粉碎国民党反攻万象 将艾生侯威尔推行的 犯奖出笼政策直接掐灭 二 配合一定要解放台湾号召 让国家统一信念在中国人的心中牢牢的树立 树域总参谋长在给华东军区命令中 明确指示各相关部队需积极作战 以迫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能适用于沿海岛屿 解放一江三岛战役迅速展开后 美军没有参战 只是提供建床帮国民党军队撤退 这一阶段 解放军收获的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个收获是宣示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第二次军事斗争 1958年炮击金门马倒之前 1957年12月中美会谈破裂 美国加大了在台湾的地对地导弹部署 1958年6月30日 中国向美国发出了 限期恢复大使级会谈的声明 同时决定实施军事斗争计划 毛泽东主席关于炮击金门的指示是 直接对讲 间接对美 直接了淡地说 要整美国 美国欺负我们多年 有机会为什么不整他一下 侦查美国人的决心 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炮击金门是政治与军事斗争 完美结合的创举 既打翻了台湾 又没有不惜代价去占领金马 更重要的是 留着金马 只讲届时 拥有反对美国要求 其困手孤岛的牌 对台湾本岛 在没有控制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 发起总攻并不现实 但炮击金门的效果非常显著 一 表明美国不愿意卷入福建沿海的冲突之中 二 北京将金马 澎湖列岛 台湾本岛 示威一篮子解决目标 将来一下子收回 第三次军事斗争 随着中美关系和解 加深建交合作 一直到1993年 台海还算是分平烂静 但到80年代末 苏联濒临解体 中美矛盾也接近重爆发 1996年 台海军事危机 就是在这种矛盾的体现 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 美国国务院同意鼓吹台独论的李登辉 一 1995年5月22日 过境美国 从事政治活动 二 1995年10月24日 中美援手会晤 到1996年3月 台湾大选结束 中国尽管低调 但绝不会在一个中国原则上 做任何烂布 美国再次显示 其毫无诚信的骗子本色 纵容李登辉跨过了这条红线 美国以为 只要坚持强硬的路线 中国就会在台湾问题上烂布 因此 中国必须拿出更强硬的手段 来应对这场危机 台海军事斗争成了必然的选择 1995年秋季 解放军已经有过一系列的军事演习 主要是针对台湾当局 中国当时想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演习 来达到美国承诺以后禁止台湾领导人访美 继继继继继续坚持一个中国运政 但1995年10月24日 中美援手会务之后 中国完全看不到 美国有这方面的诚意 白宫一直强调 李登辉是诗人访问 将来不会阻止这类访问 只是在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认者 这次中美会务离中国期待的成果相差甚远 更不可能产生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 台湾方面则欢欣鼓舞 台独分子更是气眼嚣张 1995年7月底 他们在台岛也进行了炮击演习 李登辉宣布还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并提出建立有效威慑和快速反应部队 8月初李登辉支持率暴涨至8成 10月李登辉扬言大陆不敢进攻台湾 很多人在回顾这场台海危机时 因为是解放军的军事演习 激发了台湾人逆反心理 使得李登辉继续掌权 其实当时台湾人是认为 李登辉得到了美国的权力支持 而美国绿本的做法也暗示 只有选择李登辉才能够给台湾带来最大好处 无论军事、经济、安全上都不用担心 大陆准备将军事斗争升级 设立了对台事务总参谋部 改南京的军区为战区 由张晚年来负责接下来的演习 相对于1995年、1996年的演习目标 针对性更强 地点也离台湾越来越近 几乎成了包围之士 这一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 解放军的行动 令克林顿在共和党对手面前处于失分的状态 他的台海冒险政策成了舆论的攻击焦点 在第二阶段 美国改变了原先的策略 他必须把战争的风险压到最低 1996年3月 中国宣布第二轮的导弹试射 美国称这种挑衅行为没有任何益处 并派了航母前往靠近台湾海峡 明码发报以避免解放军误判 中国仍然按照原计划准备导弹试射 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在台湾问题上走向暖化 1998年抛出了所谓的三不原则来约束李登辉 我们在当年跟美国的海上军力对比悬殊 但双方都在刀锋边缘过招 美国在利益权衡之后最终选择平息 蔡英文与李登辉都是一秋之后 与1996年相比 美国要军事介入台海 付出的代价只会更高 并且高到他们难以想象 蔡英文面对的可不会再是空包弹 因为现在都是实战化演练 说不定就突然一下子火力全开 登岛作战 第四次台海军事斗争已经开始 中国统一的步伐 不会随着中美关系起伏而变化 解决台独事例是一个时间问题 解放军的海空实力将决定这一天到来的时间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